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在昨天我们的游戏公告内就有一则消息啦 主要就是在这一边 战朴婆婆的交换索拉的商品会一时的停止贩售什么样子 然后说在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还是在想着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 为什么会突然停止贩售是有什么东西要更动吗什么之类的 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 它所停止贩售的东西就是 这一个 波波商店的无属性辅助的那一个NAPA 这张NAPA提手的 它就突然间把它给停掉 然后并且会调整它的那个 点数 交换的点数 现在是2万点嘛 调整之后是1万2千点 那么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它会把它给常租下去了 贩售停止期间是 11月6号 到11月7号 这么个样子 也就是一天的时间点 然后6号到7号之间的话 也就是我们的NAPA 极限Zack的那一阵子 老实说这个来讲 一开始看到刚才就讲到了 这么会这样子 那么后来想一想的话 其实在 之前也是今年 也有一次是这么样子的操作了 就突然间 把那个 商品 停售 然后顺便就把那个 角色的价钱调下 就是在 4月27号 4月10多号的公告来的 然后是 NAPA 再加上 DAPLA 紫属的NAPA跟DAPLA 那个时间看到的时候 也是想说 那个时候也是很奇怪 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子 然后后来啦 才知道啦 就是 克林的 极限Zack角形 顶上克林 为了顶上的克林 极限Zack角形 然后把那两张停下来 然后停止贩售 那么最大的用意就是 因为 他们 被 列入了 极限Zack 那个极限Zack 领域里面 必须要变成的角色之一 那么这一次的NAPA 被 停止贩售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点 是否 又是顶上的角色 要极限Zack 或者就是 相关其他极限Zack 可是这一张角色 必须要偏进去 然后 为了让新手 或者之前 没把他给 练上来的朋友 比较简单的获得 所以就是 这么个弄法啦 嗯 那么 通过这边的 那个 思考逻辑来讲的话 以 这一次 所推出的角色 比克 无反 来讲的话 那么 赛亚人篇的角色 可以说是肯定的啦 嗯 那么在这一边来讲 赛亚人篇 在 在赛亚人篇这一边 我们可以想象 需要极限Zack 领域 来极限PG 必须要变成的情况下 会是什么角色呢 那么就是免费卡吧 然后 又是像 克林这个样子 克林之前嘛 已经极限了 他所需要的角色 真的是 那六体 不容易 不过我们实际去打的时候 也是还蛮OK的 那么 最最最最最最 可能性的 也就只有这一位了啦 就是我们的这一张小悟饭啦 之前还在说着 这一次活动中 他是属于 很大可能性 会增加掉落力 甚至是 极限Zack 觉醒的角色嘛 然后 在那时候也有说过 他的前面 顶上L2方面 其实 也还有一张 这一个 图8比D在这边 可是按照官方目前的操作 来看的话 很大的可能性啦 官方是不去管他的那个 瞬息了吧 所以这一张 在这一次活动中 获得 极限Zack 其实是 不奇怪啦 6号 到7号之间 他会停手 然后after that 他又会把他给拍上来 至于是在 几号的时候啦 会获得他的 极限Zack 觉醒我们就 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啦 这一张的 可能性 非常高 那么除了 这一张之外 假设 还要在 赛亚人片 挑一张 可以极限Zack 觉醒的人选 的话啦 那么 顶上L2 其实赛亚人片 还有一张 就是我们的 天津犯啦 只不过这一张 是去年才刚刚推出的 所以可能性 基本上是0啦 那么还一张也是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的 就是这一张 顺狗狗 新手悟空啦 Version Z 可是这一张来讲的话 他是刚刚推出到 现在两周年 老实说他的推出时间啦 跟小悟犯 好像是差不多 都是2021年 所推出的 所以这两张 都有 极限的 可能性啦 而且 这一次 赛亚人片来讲啦 尤其是推出的 这一张新卡啦 他变身成 或者说交替成小悟犯的时候 其实这个老生苍叹啦 就 需要悟空在队伍内 他才可以有那个回避能力嘛 可是 目前不管是 就是赛亚人片啦 还是 施地之判来讲 都 没有一张 真真真真 非常强的 孙悟空啦 嗯 老实说要入队 也不是说没有人选 像是 这一张 悟空比克 也是可以 可是悟空比克 在他们 复活之前 可能已经是先 射掉悟空 然后又变到没有悟空名了 老实说我不太确定交替之后啦 他的名字 还算不算有悟空在啦 这个 没有去做实验过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麻烦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 嗯 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当然还行 那么老实说在这一边然后 赛亚人片就好啦 要找一张悟空 然后把他强化上来的话 绝对就是这一张新手悟空啦 那么配合这一次的 这一个 贩售啊 停止贩售嘛 然后更改嘛 然后再来把他们 极限在学型 这一张是我个人还蛮期待 虽然说是 有一点点找啦 以他的能力来讲 嗯 而且推出的时间来讲有点早 但是 就对比起 这一张小悟翻 其实是差了 不知道有多少时间啦 反正都是2021年推出的 其实两个就差 差一点点日期了 这一张好像是霸业多出 然后 武道会悟空是 11月17号 这个我就会很确定 小悟翻的话 我有点忘记掉是霸业几号了 应该是霸业还是10月的时候出 这两个时间点罢了 然后 普乌巴比迪是12月初 这个是2020年的12月初 这个我也是可以确定 小悟翻的话 我就有点小忘记 不过 就时间点来说啦 赛尔人篇来讲 就是这两张啦 而且 因为他停止的是 那霸 那霸又跟这一次活动有关系的话 也就是赛尔人篇 会比较 有这个 可以想象空间 比较多一点点啦 然后其他的免费卡来讲 的话 嗯 有啦 这一张那霸 可是他的极剑Jek Area 也没有必要特地为了一张 U-O卡啦 应该说那种 很一般的卡 来做这样子的 那个 公告啊 然后停售啊 之类的 是没什么特别的必要啦 所以 想来想去 也就是我们的L-O啦 二选一啦 不过我个人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 会是在小巫犯身上啦 你毕竟顶上L-O 这张真的是 蹲得相当久啦 连他的掉落力加成都还没有 嗯 那么 就可以期待一下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一张 小巫犯啊 他也是需要悟空在身边 哦 到底 什么时候呢 才会有一张比较好的悟空 在赛尔人篇里面呢 骂骂骂骂骂 当然这个只是单纯赛尔人篇的期望啦 如果是出了赛尔人篇之外 或者就是实地之判之外啦 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角色啦 就 可能我们后续再看看 有没有机会吧 反正未来啦 赛尔人篇啦 我相信 就是 四倍界王权那一个 一定会有新的限定卡啦 诶 四倍界王权 然后 而且 官方的出卡规律 其实 我们时常这样看的话啦 就是 他会偏排 然后可以做成一个PV 然后做到大活动 其中有那种很经典的战役的话啦 是最好的 像这边 就先当上 然后 新手悟空到来 然后 那个 之前的那个元气弹也是有啦 那么最经典的到时候 因为其实 加力克炮啊 四倍界王权 鬼牌气功啊 都有做出来过 可是有语音的还没有嘛 那么我相信未来 还是会有机会是他们在登场的啦 然后可能传插一下纳美克芯片这样子 嗯 看看到时候官方会怎么个出发 反正这一次的话我们应该是以这一张小悟犯的极剑杰啦 再来中场 那么 可能 Extra可以拿到一个 15到45颗龙丝之剑啦 就看官方怎么个去安排啦 我还蛮期待的 大家可以看看啦 这个必杀机 到现在还是levels 就知道 他拖了多久 他的那个掉落力不上来我都不想练 呵呵 OK OK 就是这么个样子的东西啦 就可能可以看一下 因为 是有讲到 是要 11月6号到7号之间中断 那么可能会跟着 纳爸 的纳爸北极蛋那一张 这一张的 极限这个资料啦 一起进来 就到我们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看看吧 还有在三天四天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